那这场比赛当然对于巴拉圭来讲 想要取得分组的第二名晋级八强 面对意大利 现在比赛正式的开始 蓝白上衣的是意大利 穿着浅色上衣 绅色短裤的是巴拉圭 巴拉圭一开始就非常积极的抢攻了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场比赛不只要获胜 而且呢在进球术方面 还要跟美国队来一较高下 是的 在意大利这方面来讲 他打平当然是出现 就是即使输球 输球的球数很低 他还是出现 意大利 意大利在第一场比赛是6比3打败了美国 第二场比赛是5比0 打败了亚洲的蓝色男孩日本队 巴拉圭则是在第一场比赛5比4险胜日本 在第二场比赛呢是1比3 输给了三母大叔美国队 意大利也是非常侵略性的进攻 意大利的11人质国家队在世界杯 曾经三度夺冠 但是在这个 这个室内的五人质比赛里面 过去他曾经三次打进婚礼赛 过去最后成绩只是在96年拿到第五名 会曾经打进过最后四抢 但是今年的这个意大利队那就不一样了 长得去年是欧洲第一名 他们这一次充满着气贴心 需要创造更好的成绩 在前场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意大利队这个 比赛杂杂实实的那种射门 进射能力是给人家印象非常深刻 再调整整个招杂实 然后我以为自己打进射舞 让他走进去了 再调整个招杂实了 进射的 一旦 更过去 犯下 一旦 因为他只有两克星的战机 所以呢在感覺上有一點點這個氣定神賢的味道 直接起腳 維拉巴 10號的維拉巴Water呢在對日本的場比賽曾經不盡兩球 14號是Bettoni Bettoni他的生日是12月1號 如果說義大利能夠直接打進四強戰的話 那他很有可能在台灣過生日 沒錯 中間突破起腳但是出了關線 看到義大利的身材壯瘦的門將Arginelini Arginelini雖然體重很重喔超過100公斤 但是在防守的功力上面很有意思喔很靈活 胖雖胖但是伸手還是蠻矯健的 他是本屆大會裡面這個盾位最重的一位廚員 對 所以他體型特殊 所以很博得這個觀眾對他的一個喜愛 他的情緒也是很多 是的 他甚至是被這個非官方網站 票選的2003年的第二號世界門將 僅次於西班牙的那位門將 對 在佩服的突破製造了犯規 而且頂多一張黃牌 對 犯規的是Bettoni 而且這一張黃牌還是這個義大利 打了三場比賽的第一張黃牌 在過去兩場比賽裡面 意大利未曾領到任何黃牌甚至紅牌 在前兩輪比賽下來 16支球隊中只剩下意大利跟巴西 沒有領到黃牌 現在只剩下巴西了 是的 直接 奇拉維特 做球 由 維拉巴 Renee來起腳 但是 踢高了 在禁區當中 現在又發生了肢體上的接觸 今天這場比賽 當然對巴拉圭來講 他是勢在必得 所以在進攻方面 會比較狂野一點 因為他不僅這場比賽 要希望能擊敗義大利 甚至要在球數上 另外一組 同一組的另外一場 同時進行的這個 這個美國隊來比球數 嗯 當然 美國隊的日本隊 日本 雖然機會秒不是很大 但是 還是有一絲絲的希望 起左腳還是提高了 起腳的是 Vancentini Vancentini 在第二戰的時候 曾經進球 在對日本隊的時候 曾經進過一球 好 巴拉圭 場隊從左路突破 但是球出了界外 代表的是 巴拉圭的十四號球員 維拉巴Renee 三號是 阿卡瑞茲 阿卡瑞在前一場比賽裡面 面對美國隊比賽的時候 面對 被美國隊的 非常激動的 車輪 車輪戰術啊 打垮了他們整個工坊 最後一比三輸球 好 有機會出現單刀 但是 身材壯瘦的 Angeline 很帥氣的一腳 把車輪踢了回去 沒錯 在自己滑球區域裡面 一腳 朝著對方的球門 踢去 如果進去的話 當然帥 是右腳 如果他用手 拋進去那當然不帥 因為這不是手球賽 對 齊拉維特 巴拉圭的場上的隊長 說到齊拉維特 巴拉圭有一個世界級的 11人之門家 叫齊拉維特 對 今天剛剛退休 他在世界盃 他那種非常 狂野 非常神勇的打法 他經常 當有自由球機會來的時候 他到前面來 超都是12碼 12碼滑球 甚至自由球 雙方現在火藥位 是很足喔 因為齊拉維特剛剛 賞了對方一個 拐子 那現在 意大利也有一點點 復仇的味道 Buttoni 也推人犯規 所以這火藥位已經 秀得出來了 雙方的自己接觸 自己漏踢了 對 與內 意大利的攻勢 騎腳 抽冷箭 被Akuna給擋掉 騎腳的是Bertoni 轉身 直接攻門 看是打到人身上 從右路 哇 又摔頭一堆 連裁判都倒地 哇 這下裁判的 腿被他壓到 對 這是特威特級的Adele 最可見這場比賽 巴拉圭跟意大利場上 打得是兇悍 再看一下 會不會故身去擋這球 雖然他不是去撞冷 但是因為煞車不住 結果連彩判也被他撞倒 哇 已經有人掛彩了 哦 因為眼角有流血 必須到場外來處理 這是 這是 比賽 一定要處理的 因為場上有流血的話 一定要到場外來療傷 4號的Montolivani 眼角已經是破了 奇拉維特 哇 現在雙方已經是越來越火爆 奇拉維特被判官給了一張黃牌警告 對 他在場邊準備開這個球的時候 還跟著意大利的這個職員啊 挖身一個口角上的一個不愉快 意大利的主教練 意大利的主教練 意大利對 教練甚至被裁判警告 嗯 奇拉維特開自由球 直接打門 但是出界 開賽不久 好像場上的這個氣氛 非常的非常的緊張 對 所以場邊上的花絮比場上還要在熱烈 意大利從右路 好球 機會製造出來 舉腳的是2號的Branna Branna也是他們的隊長 Branna在第一場比賽 對美國隊的時候曾經進一球 Zaniti現在也上場了 這球已經是出了邊線 13號的Zaniti 在第二場比賽對日本隊的時候曾經進了一球 這球已經是兩球 球拳是判給了意大利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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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的包夾想要過 球權還在阿根琳的腳下 起腳 哇 這個場上的隊長 這個冷箭抽的實在是 當你背擠一兩 打得非常的強勁 快速的上前推進但是 球出邊線 11號的球員是 Rotella 切拉維特場上的隊長 剛剛因為粗言不遜 被判了一季紅牌 Granna 給到中路 隊友過人 又回給Granna 起腳 被Akuna給沒收掉 立刻給球給隊長 其拉維特 OK啦 再回給其拉維特 剛剛在中場搶著胸 在進出附近 哇 他認為被 挨了一季冷箭啊 希望看到犯規 火藥位置 對火藥位置上比賽 從一開始到現在為止 非常的濃郁喔 ZANITI 哇 其拉維特連把球 踢出界外都踢得好像 帶著非常高的火藥位 今天巴拉維球員的氣也很高 今天巴拉維球員的氣也很高 嗯 那這種氣度 花上場上一種氣勢的話 那就是非常好 如果花上一種乾火的氣 那就不好 喔 這球被Akuna給擋掉 壓力 好 嘿 踢爪的是6號的Battoni 华拉圭球在自己的後場 義大利非常精神防守 前場斷球 起腳 還是把球給扑掉 起腳的是隊長Granah 義大利的腳球 在這種中場被斷球是非常危險 是的 所以你看Kuna起身之後立刻大叫一聲 你們在幹什麼 怎麼可以讓球在自己的後場就被對方給斷掉 Granah Katoni Zanetti 好球有機會 立刻被一腳化解 球是坐到了六公尺線附近 Katoni 很可惜啊 這球滲透直線到中央了 很可惜你球沒空好 再看一下 很可惜他球空得太遠 Kat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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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給的非常的好 沒錯 Katoni Katoni 在扶手的比賽當中呢 上下半場雙方各有一次叫停的機會 那在一開始感覺上巴拉圭呢 氣氛非常高氣勢非常強 想要能夠搬倒世界被官方排名第一的意大利 但是在進攻方面 現在只看到了火藥味 但是呢還沒有看到巴拉圭有很有效的射門出現 是的 我起碼目前還僵持零比零 彼此都平分秋色 好暫停的時間是只有一分鐘 巴拉圭的主教練 Luis 給了場上的球員一個戰術的指令 看看這個暫停結束之後 巴拉圭在攻勢方面會不會做什麼樣的變化 希拉維特 從左路 好球拳是到了意大利的腳下 哎呦又來一技 在扶手裡面進攻轉換的是速度非常的快 從左路 球被破壞掉 巴拉圭獲得了腳球的機會 這球被斷 還好又救了回來 有機會 巴拉圭可以射門 轉身 好球 這波射門把握得不錯 可惜這射門的時候打到自己隊友的身體 看一下 Villa by Rene 一個急轉身的抽射 意思是做出來了 Zanetti 準備要過人 球被碰出界外 意大利的前場邊線 意大利的前場邊線 再回給Bertoni 再回給Bertoni Karana 快速的傳接走位 這球還是在Bertoni的腳下 比較突破 不容易 角度已經非常小了 13號的Zanetti Zanetti在第二戰隊 日本隊的時候 進過一球 兩個人的包夾 球在Zanetti的腳下 一個腳後跟的Pass 又回到了奇拉維特的腳下 兩個人過去包夾之後 球到了Bertoni的腳下 Zanetti 哇 裁判並沒有判犯規 阿拉圭到目前的防守 比前一場對美國來說 守得漂亮 好球全給了Bertoni 巴拉圭的後場邊線 有機會起腳 漂亮 射的意識到了 對 很可惜 差一點點 卡卡瑞斯 阿拉圭 阿拉圭對意大利 場上表現的活躍性 比前一場對美國的時候 打得更激動 所以目前可以跟意大利僵持不下 打得更激動 為了把Renee一個長射炮也出界 場上現在9號的球員Fabiano也上來了 起左腳出界 這個球在攻勢方面就急了一點 這球被頂出了邊線 Fabiano把球頂出邊線 對 Tayla Tayla 用身體去覆球 造成意大利把球給踢到界外 在五人治的比賽裡面 身體覆球的能力非常的重要 對 身體就是你的一個盾牌一個屏障 沒錯 有機會 快攻勢 直接起腳 但是跑動間的起腳 踢飛掉 是 還有一個急轉身 馬上抽損 但是打的方向 差距有一段距離 起腳的是7號的Baccaro 漂亮一個前場斷球 但是製造出一個換歸 對 義大利已經在上半場已經第五次換歸了 真的是付出了非常非常慘創的一個代價 上半場還有一半的時間 但是已經面臨了這個換歸的極限 不能再換歸了 對 這也給了巴拉圭一個製造犯規的機會 沒錯 這時候教練應該要好好善用這個換歸的這個時期 這樣這個球打的又非常的漂亮 105公斤 他的這個身手就讓賞起了好球 有機會 換歸 第六次換歸 還頂到這黃牌 對 而且要接受10公尺的地點打球 巴拉圭的機會來了 換歸的是Baccaro拉人 對 但是面對的是一個超級大胖子的門將 哈哈哈哈 在第一場 義大利對美國的時候 美國得到兩次10公尺滑球 兩球都沒有進去 對 這個體系很嚇人的門將站在你的面前 安吉利尼 看你怎麼跟他來個心理的對抗 對 門將105公斤的安吉利尼 他站在這個離球門差不多 將近四公尺的位置 要把所有的角落給封死 用他的盾位 用他的腳 用他的手 他全身了 來 看他怎麼射了 能不能進 呀 好有踢高 呀 耍屎 Oh my goodness 他的龐大身軀 足以把這個面積全部擋下來 這麼大的一個盾位 站在四公尺位置 把這個角度封死 看你射哪個角度 對 除非你真的能打死角 而且是炮彈式的 對 除非你帶著刺針飛彈上來 好 阿根層的機會 被斷球 不過還好能夠把這個 互助先踢出界外 在夫手的比賽當中 球出界是必須要停表的 球 仍然是在 inplay狀態 奇拉維特 哇 被斷球直接起 後出界 哇 獲得了腳球而已 所以喔 在自己的後場被斷球 是非常非常危險 對 在前場 一個斷球成功的話 可以創造進球的機會 差一點點 巴拉圭 因為這樣啊 撕掉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球 起腳的是11號的Mongodo 卡羅 再給球給Fabiano 彈球走位 球控制了界外 義大利的前場邊線 到了底線 拉出來 起腳 哈哈 阿托呢 一夫當官 萬夫莫敵 馬卡羅的球 被他活生生的給拍掉 再來 這球只是踢飛了 每一個球員在場上的肾上線 這一點激素已經是發揮到極致了 非常亢奮 沒錯 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射門 守門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守門員的神經 絕對要非常的緊張 隊長齊拉維特 剛剛發生了一次給球的失誤 前場的邊線 球在 義大利的腳下 在前兩場 攻擊表現 很不錯的義大利 但是到目前 碰到巴拉圭的防守 目前還是無法突破門關 好 卡羅 一個腳後跟的pass 勾鬥 雙方爭搶 把攻勢給放慢 現在兩個人包夾 哇 又有人流血了 哇 現在已經有兩個選手 眼角破 巴拉圭給了義大利的球員很多的肘子吃 所以場邊上的行政人員也在比這個手勢 就是說裁判你都沒有看到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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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利教練非常的激動 對 這才是分組的預賽最後一場比賽而已 義大利當然是站在高剛上 他非常的有機會可以進行到八強的 但是呢 他場上的球員不能夠太多的傷兵 是的 大家再看一下 對 跟場邊上科威特級的阿德爾爭吵不休 阿德爾 他的眼角也被打破了 這已經是第二位的球員 義大利第二個球員 戴傷出場 看誰給了他一技 再看一下 哇 看起來兇手是十一號的 Rotella 這時候我們看到現場 但鏡頭上沒看到 這個 巴拉圭的職員過來跟著義大利 來一個質疑一下 緩和一下場上這麼一個火爆的情緒 對 好現在比賽恢復進行 火爆一位十足非常比賽 火爆一位十足非常比賽 巴卡羅 給法比阿諾 有機會 轉身 但是打歪了 騎著的是巴卡羅 到目前巴拉圭在這個中央華球區一帶的防守做得很嚴密 所以義大利都只能外圍海姐是窄角度個四十五度勝而已 尾拉巴 有機會 起腳 這一球身材壯壽的 安吉尼尼沒有辦法把他擋住 對 單刀附會 從中度帶球突破馬上射門 這是十號的尾拉巴 在這一屆賽會個人的第三個進球 在上一場對日本隊的時候重新獨盡兩球 尾拉巴 華為他個人突破的能力 中路 從中路上 從中場開始帶球突破 擺脫防守者 然後毫不客氣 射這個左邊下角 因為索門員體型壯碩 一般來講的話低角度的球 對這種胖的索門員比較不好防守 攻擊 攻擊 跟他的檔案 可是 就在身上 雷呢 雷呢 準備過人 快速的傳接 然後走位 Zanetti從右邊 照到了左邊了 再回給Zanetti 還是沒有什麼機會 直接起腳 但是射歪了 在中場被斷球 有兩個人過去包加 是不容易出現好的進攻的 兩個加了一個 球丟了 巴拉圭這一球 把這個義大利給打悶了 還六分鐘 三分場 再次的回到場上 Zanetti左腳 還是角度有點偏差 不過對於義大利的總教練 Lizandra來講的話 這場比賽他已經有兩個傷兵了 兩個球員的眼角已經被打開了 有機會 非常有意思喔 我們再次看到了 在控球的時間方面 雖然是義大利比較多 但是領先的卻是巴拉圭 對 把握的機會就進去了 對 還有 再起 這橋零攻抽射 但是沒有辦法達到球心 義大利 從左路 但是一球替飛了 起腳的是十號的 和頭髮 尼利 義大利 不斷地在左右兩側的45度來個長射 但是都沒有射門的時候缺乏準性 嗯 最後這個起腳的是Ayala Ayala在進攻方面雖然有機會 但是呢 在 右路 角度並不是很大 而且呢 自己起腳也稍微的急躁了一點 現在場上是叫出了暫停 對意大利在落後一球情況下 叫了他們下半場 上半場唯一的一次有權力的暫停 哇 經過場邊上工作人員的包扎 11號的球員 Mongodo 再次的準備回到場上 意大利打到預賽最後一場 陷入了一片苦戰 對 巴拉圭是在第十三分輪的時候 由 Villaba Water 進球 當然同一時間在另外一個場館 所進行的是美國跟日本 當然巴拉圭這場比賽必須要全力的獲勝 他晉級的機會會比較濃郁 Montovavini 球再回到他的腳下 用身體來跟對方做自己的對抗 轉身 但是這個意圖被對方給識破 挑起來 衝射 哇 撞成了界外 Zanetti Montovavini 那裡射門的次數很多 但是就是沒辦法有效 達到這個球門方向 左邊 球碰住了邊線 起腳呢是三號的 Poledrini 哦 結果是碰住端線 這個突然之間一個變化 差一點這個球弱點 萬一再往裡面移就危險了 意大利的腳球 Poled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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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上先有一些汗水 再加上很濃郁的火藥味 這場比賽看起來是非常的過癮 Poled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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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Vidrini 起左腳被 AKULAN給擋了下來 意大利再獲得了腳球 第七次的腳球了 drini 在第二桿門柱 Vardinetti 埋伏在那裡 這個機會 創造不错 Poled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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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tti在禁區裡面 有機會騎腳被擋 再抽 出界 這幾個角球開得非常的有創意 一個正面球被擋掉 想要再做一個凌空抽射也被破壞掉 那當然對你們這樣 這場比賽會非常辛苦 沒錯 回踢給自己的門將 Angelini 投拳是到了巴拉圭的腳下 義大利的主教練 Alexandri 為拉拔 球要在為拉拔的腳下 碰出邊線 巴拉圭領先一球 現場場邊的這個巴拉圭的躍身 隆隆 不斷地為巴拉圭球隊打氣 有一個球迷還特別帶了一把小號來 是的 剛剛在唱國歌的時候呢 他還在場邊上 隨著這國歌的樂聲呢 進行一段小號的獨奏 對這一次 是扶手世界盃喔 在台灣進行 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 各個國家不同的一個風土民情啊 是 在這國地賽會當中呈現出來 是的 那同時台北市政府 也分派十六個學校 扮演這十六支參賽球隊的 當作他們的基本拉拉隊 對任養一個 這球被破壞了 再打漂亮 進 在門柱之前 沒錯 就是這麼打 一個快速的 做球 在開車 底線 拿著 滿門第二波 搶點成功 看Zanetti 立刻繞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結果隊友 關頭把威尼的給球之後 立刻用右腳掃糖進門 意大利 Zanetti現在用一波的攻勢 有機會 三個打三個 左路 球出界 Zanetti在這屆賽會也 貼近了第二球了 在上一場比賽對日本成名進球 這兩天我們看到場上 留著光頭的 你都要特別小心 阿根廷上一場比賽 進球也是靠著他們的十一號 光頭殺口 Gonzalez進球 這球抽冷箭 出界外 這場比賽 意大利場上也有一個 光頭佬 Zanetti 那是二號的場上隊長 Granah的一個抽射 Granah三本場表現幾次 這種非常有威脅的長射球 這球進了之後 讓Zanetti終於 把這個悶氣給打開了 一比一平手 而且眼角被打花了 被打出血來的球員呢 現在也經過包紮 上到了前一線 所以戴傷上場 對於球隊來講 也是一種士氣的激勵 Caro 戒外 回答八 是 巴拉圭率先進球的球員 意大利要展現他們 歐洲第一的實力 當然這場球賽怎麼可以輸球 所以到目前將持一比一 起碼有一球落後追成平手 直接零空抽 除界 而且呢我感覺上 在這種國際比賽當中 只要是歐洲隊碰到的南美洲隊 和那拼戰起來的味道 就完全不一樣 是的 這個歐美的對決 一再的在國際賽裡面 是一種傳統性的一個對抗 對 歐洲的球隊 他寧可輸給歐洲隊 他也不要輸給南美洲隊 南美的球隊 我寧可輸給南美洲隊 我也不要輸給歐洲球隊 是的 有機會 有機會 過了 突破 帶上上場的 就是六號球員 Bertroni 男家Akuna 雖然是門將 他已經是全身是汗了 沒錯 直接被門將給鋪到界外 埋伏在第二根門柱附出的是 他們的七號球員 Vaccaro 原來是義大利的前場邊線 起腳的是Fabiano 好球給六號 Bertroni 直接 漂亮 還有 打到門柱 約恩 真的 真的 真不好 騎腳出界 哇 義大利這一波攻勢 踢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的 再看一下 但突然之間給了Bertroni 零空衝射 第一波是射就不錯 第二次射更棒 很可惜打到門柱 好球 抽到了 欸 還在 Bertroni腳下 出了邊線 球權回到了巴拉圭 雙方一比一的情況之下 在進入到上半場 即將要終了的前一分多鐘 哇 越來越緊張了 是的 雙方都主動的搶攻 所以是場上的狀況非常的激烈 而且不斷的射門 看得很過癮 好 巴拉圭斷球 不過兩個人包夾 三個人去打他 四個人去夾他 射門 很難啊 但是還是有機會 取得射門的這個角度 對 巴拉圭 快速的傳切 哎唷 球權還是判給了巴拉圭 球權還是判給了巴拉圭 這個開球 準備接應的球員 動線被擋死了 球員動線被擋死了 Toni Gurana 34秒 美國 意大利把握最後一次的攻擊機會 不幫不忙 Bertoni Gurana 有機會 有機會了 Bertoni Gurana 終於被擺到這個角度 幾次射門之後 終於成功了 Bertoni 再看一下 對 當防守的巴拉圭 他的防守的陣勢 稍微被拉開之後 球就進到了六公尺線附近 Bert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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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在上半場要結束之前呢 這第二個進球 由Berrkaro推進的 非常非常漂亮 在整個的策略的運用上是非常成功 在中線附近的倒球 迫使巴拉圭的防守球員 三個球員要區前來 也使得他們 在中場跟自己六公尺近區附近呢 出現一個比較大的空檔 中文字幕——YK